有沒有這個有個content 所以如果要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在插入 上面的這個頁面的時候請注意 就是有 頁尾 然後有內容 OK 那底下的話在分別什麼 插入這個是已經MAP1對不對 在底下 找一下是這個 這個 到這裡 DIV 多一個DIV 嗯 這一個對 對這個這邊好像多了一個DIV刪掉 OK那再來的話底下比如說我要再多其他的景點的話一樣在插入頁面 插入頁面的話這個叫MAP2 就是底下的話 MAP2 然後也是只有頁尾好了按確定 那一時類堆看你需要幾個MAP 比如說你有三個景點那你就插入 三個景點把它改成MAP3 好了123 然後也是頁尾按確定 或者你那個MAP 第一個頁面 假如說你要重新調整的話 乾脆你也怎麼樣 刪掉重來 也可以 這邊 這個頁面假如說你要重改的話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選他的時候 然後呢 重新再做過也可以 這個比如說 這個假設MAP1 全部重來也沒關係 你就在這邊的話呢 直接怎麼樣呢 再把這個頁面 刪掉然後再插入重新再做一個好了 這邊叫做MAP1 所以 看你有幾個MAP你就插入幾個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是HOME 這個是HOME 再來就是MAP1 MAP2 MAP3 如果你好 456一直往下就對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完成 我們這個頁面 然後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加入 至少三個 這個地圖好了 好